他曾在一战中两次火线升官,对月自卫还击作战五战五劫,后备受上将军衔李九龙,战争年代英雄人才辈出,同样在近代史中也是一样,你看开国将军中哪一个将军,不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,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也是经过战争洗礼,一步一步走上最后的上将,他就是李九龙李九龙1929年,生1945年。 加入中国共产党,此时他才16岁两年之后,他已经是连长了,尤其是在解放天津时,他个人荣立一大功,并授与毛泽东奖章一战连升两级,由排长直接升到了副连长,代理连长,两张也算是升迁比较快低一个,了1950年他还是营长。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到1958年,他又入朝参战,1955年陆军副团长授与少校军衔,此后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爆发,他又率军参与战争,并且创下了五战五节的佳绩。 1979年他提前回部队,并率部参加了广西方向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,取得了五战五节的战绩。 五战分别是一,由水口关出境加入战斗先后揭秘复合地区之敌驾通平江浮桥,打通了复合至东西公路,二维攻高平地区之敌。 会攻克马三,奔袭攻占广渊,打通广渊至复合公路,四,搜角魁索,飞曼,魏旺,复合地区之五,协同友军会攻重庆打通重庆至我边境公路,从对越自卫,反击作战归国后。 四年也就是1980年,李九龙分别陆军第五十四军副军长,军长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,嫌1994年5月,晋升为上将军嫌2003年7月,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,独立功勋荣誉章。 也就是在这一年李九龙因病于在北京实施享年75岁。 也就是在北京实施享年75岁。